身體要好 優格重要嗎 對啊 其實優格本來我們在講說益生菌嘛 那它其實牛奶發酵之後 它就變成優格 優酪乳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確實會吃優格 或是優酪乳來保養自己的腸道 對 那是自己做呢 DIY嗎 好 有一陣子真的很瘋狂 然後我的門診裡面很多病人送我 就是自己做的優格 而且他們都很貼心 他們都拿那個冷凍袋 然後裝來給我吃 然後其實我自己是這樣 我是很感謝的 但是我實在沒什麼價值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做 對 因為在做益生菌的時候 它那個菌種在發酵 其實如果你是有 你看外面那些產品 它其實是大的食品廠在做 它會控制你的菌種 然後控制溫度 濕度 所有條件都要到位 它就是那個菌就是長那個菌 那不會是長到其他的菌 對 但是如果你自己在家做的話 其實你會有些風險 包括你的容器有沒有乾淨啊 然後你發酵的 你知道你菌有沒有發到正確的菌 有的人其實 我有個病人 他連續一個月都在烙賽 然後他就說 我最近減肥成功 有可能是因為我 就是減了一公斤多 他覺得可能是因為他烙賽的關係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會一直拉肚子 我想說到底是吃了什麼 他說沒有 我自己自製優格 然後從那個隔壁鄰居 就是分給他一點菌種 然後他自己自製優格 他說他每次吃完優格 他說拉得很開心很舒服 我說拉肚子不見得是好事耶 應該是正常排便才是好事 所以有時候在做 就是自製優格 其實我覺得相對風險比較高 然後另外之前有研究發現說 自製優格第一個風險就是 有些人會加糖 那現在養生觀念 有的人不加糖了嘛 第二個就是說自製優格 它的菌種大概來自於兩種菌 一種就是試煉球感菌 一種是保加利亞感菌 那這兩種菌 其實跟一般的菌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它比較不耐胃酸 所以事實上就是也不見得 可以達到你所謂的保健的功能 那風險就是有可能是 長出其他的壞菌 所以可能導致你拉肚子 腸到腳痛 那個也不見得是真的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自己買這些產品 還是有一些比較好的食品產 所以你不覺得自己做會比較好 那是一種愛心 那是一種就是想要做 可是我覺得那個風險蠻高的 蠻高的